新聞早說什麼是 該市政府今年來開辦小橘子銀河兩間非營利幼兒園 當時在季航國秀學校開設第三間會吃的幼兒園 幸福幼兒園 兩間非營利幼兒園和三間公立幼兒園 將在後9月13號14號 辦理到新生定期 主打評價收費 要減輕到家庭的負擔 可能到家庭的訴求 當時有一個要來提供到 竟然跟完生的幼兒共有學部 當時市政府在最近這幾年來 這集在六十條九行的幼兒園 包括省澳設立小橘子幼兒園 銀河幼兒園兩間非營利幼兒園 當時都比在1800出行年度 在北京各地開設第三間的非營利幼兒園 另外在當時 原本的五項幼兒園 還有副國幼兒園之外 今年年初當時市政府在這行 國學學校庫開辦到第三間的 市的幼兒園 幸福幼兒園 一百空切行年度 大班、中班、合修班 以及教授五十人 一百空八行年度 各地增加 教授到幼幼班、兩班 總共三十幾人 當時的公立幼兒園 每個月收費都有3500塊 會因你的幼兒園 有支援的費用是政府補助 每個月收費都有3700塊 將會減輕到少年家長的負擔 將於市公立 和會因你的幼兒園 一百空切行年度 升升定期 將會在四月13號 還有四月14號頂到 將關九星的消息 可以在三月內進行 將將於市政府公共有處 特幼教育科網站 最新的消息的查寸 最新新聞 都由於王秀三 加以七彩虹佛兜